目前无人机行业是发展迅速 各项技术更是日新月异 可能提起无人机 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它的航拍技术 不过如果说还能用无人机来送快递 您相信吗 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去看一看 这家位于深圳的在全球首次完成无人机快递送达的公司 今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西乡铁港水库附近现场净重三公斤的橘子 被放进了这架八轴的无人机的机府内 据了解这架无人机的承重可以达到五公斤 是深圳市智航无人机公司为小件物流运输所设计的产品 可以用于将来的应急救援 应急救援运送药品 血浆等等一系列用途 货物运输行业物流行业等等 需要在短时间里高效率运送物品的这些行业 目前我们的设计指标是达到载三公斤飞十公里 这么一个设计指标 今天无人机试航送货的地点 是位于保安的中运泰科技工业园 从3D的地图可以看到 起始点和终点之间隔着一座山 辗转反侧一段山路之后 记者一行终于从铁岗水库到达中运泰科技工业园附近的 试飞场地 也就是今天无人机快递送达的目的地 随后现场工作人员向铁岗水库的工作人员发出起飞信号 从后台操作界面可以看到无人机已经飞往了目的地 从西乡的铁岗水库到达保安中运泰科技园的直线距离是12公里 车行时间大概是40分钟左右 那么使用无人机飞行 它的时间仅在10分钟之内 据现场工作人员的准确记录 全程飞行时间为8分钟 未来应用于物流行业 可以实现点对点的无人操作 既省时也省去了中间的人力环节 据了解 目前国内已经有三家以上的物流公司 有意将与这家无人机公司合作 大风天气的话 它这边的话就是说 在飞控我们的控制系统上面有进行优化 包括我们在动力 就从飞控到动力系统 我们全机的话 就是说整个协调性动力输出 我们都要在气上就优化到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无论在无风条件情况下 顶风顺风 我们这边飞机的话 就要保持一个 就是说我们理想的一个飞行状态 我们也看到 伴随着无人机的普及 一些无人机误闯民宅 甚至商人事件也是时有发生 那么如何确保无人机 在运输物件当中的安全呢 据了解直飞的每一架飞机上 都装有降落伞 全部机器飞行 实现后台实时监控 以及直飞人员的培训上岗等等 予以安全保障 怎么样去进行一个 有序飞行的一个规划呢 到时可能我们公司还是会配合 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政策去执行 低空应用这一块 肯定是趋向于规范化的那种管理和应用 这个最坏最坏情况下呢 这个万一发生了事故 可以对第三方呢 进行那个商业理赔 减少对第三方的损害 经济生活报道